我们今天早晨所要听的上帝的话 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 女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 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上帝 你们犹太人却说 耶路上的主人 耶路上的主人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耶稣告诉他 女人要相信我 时间将到 人不再在这山上或在耶路上敬拜天父 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谁 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 可是时间将到现在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天父的 要用心灵和真实敬拜 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 上帝是灵 敬拜他的人 必须以心灵和真实敬拜 女人对他说 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他就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 我正在跟你说话的 就是他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 祝你所要的敬拜 祝你所要的心灵和真实敬拜 把这些都交给主 求主进到我们心里来安慰我们 主啊你认识我们 你知道我们 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位心里面的痛苦 忧虑跟重担 求主你进到我们的心里 按着你丰盛的旨意来满足我们 赏死我们 我们个人有任何的困难 求主解决 我恭恭敬敬地把这全会众 交在主的手里 求主抗估带领 不但是似乎给我们个人 似乎给我们的家庭 也似乎给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当撒玛利亚的女人 认识耶稣是先知 耶稣是从上帝那里 特派来宣扬天父的时候 很快的就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崇拜 在我们崇拜的过程中间 有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撒玛利亚的女人 直接跟耶稣谈话 她就在这三样的事情上来讨论 第一就是向谁崇拜 第二是在什么地方崇拜 第三是怎样崇拜 向谁崇拜 向谁崇拜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人人都在崇拜 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 愿意向上来仰望 向上来敬拜 可是到底对谁来拜呢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许多同拜都在拜 都是非常虔诚的拜 所以撒玛利亚女人所提出来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是向谁来拜 耶稣的回答是向天父来拜 是天上的父亲来拜 这位天上的父亲是创造所有万有的 一切都是操纵在他手里的 他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 是天上的父亲 是所有一切东西 所有的动物 所有人的父亲 应该在什么地方崇拜 撒玛利亚女人说 我们认为是在这个山上 这个山上是一个圣山 在这个地方崇拜 可是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崇拜 我们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 我有一个崇拜的地方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我才能够有崇拜的心 因为过去是我在这个地方得到灵感 我在这个地方信主的 节制的 我在这个地方受敬的受洗的 我在这个地方结婚的等等等等 可是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崇拜 耶稣告诉他说 真正崇拜的 也不是在这个山上 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山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崇拜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可以崇拜的地方 只要有天父所在的地方 这就是崇拜的地方 真正的崇拜 不在乎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都是主的地方 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主的灵 只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的是受到感动 有主跟我们同在 这就是我们应该崇拜的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崇拜的地方 让我们以我们整个的虔诚 在这个地方来崇拜我们的主 这个女人跟耶稣谈话的时候 跟谈到到底应该怎么样崇拜 到底应该怎么样一个礼仪 怎么样一个方式 在这种礼仪方式的底下 我们最能够崇拜主 耶稣认为 礼仪不重要 方式不重要 礼仪方式 无非是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这个礼仪 借着这个方式 我们能够把我们内心的虔诚 完全表达出来 有的人比较是习惯于这样崇拜的 就让他这样的崇拜 另外一些人是习惯于 那种样子崇拜的 让他那种样子崇拜 有的人需要一个很严肃的仪式 有的人却是希望没有什么仪式 可是无论怎么样 只要崇拜就够了 是在这个地方 耶稣告诉他说 要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 是把我们的内心 把我们的心的 身处的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主 这个才是真正的崇拜 使我们以真实来崇拜 使我们内心的诚实 我们的虔诚 我们的真正的我 献在主的面前 其实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中间 也不应该有任何的伪装 不应该有任何的虚伪的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 人跟人的中间 难免我们看到有许多伪装 不能够把我们最真实的 完全的献出来 可是当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务必是把我们的心灵和真实 完全献给主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崇拜 今天我们来思想 为什么我们要崇拜主 我就想到 真好像一部汽车一样 刚造好出来的时候是新的 可是新车有的时候 也要进场去检查 也要修理 最好的是到什么地方 让我们能够进场去 让我们能够进场去 我们这些人 在这个世界上 在最美味的会众听众中间 我们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候 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们应该要进场去修理一下 是到什么地方去最好 我们基督徒相信 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整个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的 假如我整个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 那么我到上帝的面前去 进场是最好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为什么在这些宗教中间 我们要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跟这位创造主 能够完全联合起来 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崇拜的时候 是回到我们创造主的面前 正好像我们汽车 有很多的修理场 我们可以到任何一个修理场去 人家都可以对我们有所修理 可是最好的却是到 到那个本场去修理是最好 因为那边的人 完全熟悉那个厂牌 完全知道这部机器 有很多的宗教信仰 我不能说这些宗教信仰不好 我就说我们确实要到这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上帝的面前 这才是我们最好的崇拜 我们每一次结合在这个地方 崇拜的时候 我们无形中间就是回到我们天父的家里 天父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就是他所创造的 不但是我的生理结构 我的心理 我的所有一切的东西 我们的天父都知道 崇拜是回到这位创造主的家里 让我们在这片刻的时候回到家里 我们就是感觉到能够跟天父在一起 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有这种团契 有这种精神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我们家外之家 比我们自己的家 还有可爱的一个家 我们在地面上的家 随时会有变更 可是天家 上帝的家却是永远不改变 教会里面来崇拜 就是进到上帝的家里 这是我们人间的天家 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 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主是万物的主宰 我们已经承认 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已经知道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回到他的天家去 可是在人间这一段时候 在人间这一段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人间的天家 所以当我们要回到自己天父的家里 我们去崇拜的时候 是每一个我们都是创造者 我们这些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场里头去一样 来让创造我的这位主 来见到我 让我能够见到这位创造的主 在这个家里有最美好的跟上主的团契 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到主的面前来的人 就是感觉到这就是我的家 我回到我自己的场里面了 我能够对我的创造主 能够面对面 让我对着这位创造主 创造主是最认识我的 最明白我的 在这段时候 就是本身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已经感觉到安慰了 没有一个地方比家还要更加的甜蜜 到底我在家里面是 吃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是有 享受了一些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是有 可是真正回到家里 不是在吃 不是在享受 而是到了家 就是到了家 而是到了天家 进到上帝的面前去崇拜 只要是到了主的面前 这已经是到了主的面前 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福气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这部机器已经那么久了 难免有的时候要修理 我们有体格的检查 我们有许多的时候 要到医生的面前 给我们吃点药等等 可是如果我们人的身体 需要这样 我们的心灵 是更加需要修理 更加需要调整 我们崇拜的时候 就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 无论是这个牧师 或者是其他的信徒的祷告 这些都不相干 能够帮助我 可是最主要的就是 我到了上帝面前能够祷告 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在唱赞美诗的时候 无形中间是把上帝的标准 把过去很多信徒的灵感 他们对主的前程 在这段时候 对我有个修理 有个调整 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 真葡萄树的时候 他说在那个葡萄树的枝质 他要修剪 这个葡萄树 这个枝质明明是在这个树上的 何必要修剪呢 在这上面 有许多不需要的那些枝质 应该剪掉 那个不好的部分要剪掉 真是因为我们修剪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枝质更好 真是因为我们修剪 调整了以后 让我们这个枝质能够 结出更美的果实出来 我们每一位都是很好的枝质 我们每一位都是那个 好的葡萄树的枝质 是连在这个葡萄树上的 可是我们同样的 有许多地方要修剪 我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指出来 你在某一个地方需要修剪 没有一个人比你自己更知道 你是在哪一个地方需要修剪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到主面前崇拜的时候 以主给我们的灵感 以圣经 以唱诗 以整个所有一切的气氛 就是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让我们想到 许多上帝的一些美德 当上帝到底是谁 以这些来修剪我 以这些来调整我 据说有一个钢琴 他的这个音已经不准了 这个人很会调情的 可是他就是缺少了一个最中心的思想 因为他不晓得那个中央的这个C的那个声音 假如他能够知道那个中央C的声音以后 其他的就可以跟着这个调整 他是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所以据说他打一个电话 打给城里面的那个广播电台 他说你在某一个时候 可不可以把你那个琴的中央C的声音 能够弹出来 他说我要把我这个琴上的中央C 要对整的声音以后 然后我来调整我其他的那个琴的声音 到了那个时候 果然时候到了 那个声音来了 他听了这个声音 他把他自己的中央C的声音调整的了 结果其他的一切都好了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做人呢 已经做到了一个什么都不对劲的时候 难道我这个人就是那么差劲吗 难道我这个人这是已经到了 什么都差劲的时候吗 恐怕没有那么许多地方是差劲 说不定你最差劲的地方 是在你的基本的地方 你最差劲的地方 是这一段时候你跟上帝没有来往 跟上帝没有团契 而且假如你能够跟创造你的主 上帝能够有团契的时候 能够有来往的时候 如果你的本身的中心思想 能够调整 调整到跟上帝一样的时候 其他的恐怕都不是问题 迎人而解 我们为什么要到主的面前来崇拜 我们崇拜的时候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这些到主的面前来 调整以后 跟着主的教训 跟着主的指示 跟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 调整以后啊 自然然一切都调整了 这不只是上帝跟你 你跟上帝的关系 这也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 真是因为跟上帝调整了以后啊 自然一然跟所有世界上的人也调整了 你对所有的事情的看法 也不同了 也许本来你是整天发牢骚 你感觉到这个世界都是痛苦 没有异味 当你跟上帝调整了以后 你感觉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美丽 这个世界是天赋的世界 是个美丽的世界 只要你本身能够调整以后 所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都能够调整 你的人际关系也自然然好了 无论你在哪一行 哪一业服务的 只要你跟上帝的关系调整以后 你所有一些其他的关系也自然然调整 这跟上帝调整的关系 是进到上帝面前崇拜所得到的 当你在崇拜主的时候 你能够得到修理 你能够得到调整 依据你是一个很有效果的 很有效力的一个人 能够接触种种果子出来的一个人 也因为你跟上帝调整了 所以你跟整个的一切的关系都能够调整了 试试看多多的崇拜 试试看更多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主 看看你到那个时候 是不是能够得到修理得到调整 以及你整个的人都不同了 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 真好像一部汽车的电瓶啊 已经很弱的时候 而是到上帝面前敬拜是充电的时候 最气恼的事情就是早上起来要去上班 有要紧的事情 当你把那个钥匙打开以后 这个车子就是怎么样马的都打不出来 就摇几摇 而没有足够的力量 让你那个汽车能够发电 最苦恼 最气 你有要紧的事情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间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 好像我们这个机器里头 是缺少了一点电了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好像我们发动不了人生 有的时候尽管是很年轻的 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人 也同样的会感觉到疲乏 感觉到困倦 感觉到我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间 没有系列再走了 可是我们却看到 有许多六十岁的七十岁的八十岁的 甚至很年长的人 他还有很多的活力 有许多人的活力 我不知道到什么 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知道基督徒的活力 真正的活力 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是在崇拜中间来的 当我们在崇拜主的时候 无心中间 主能够在我里面充电 让我这个电瓶 是充满了电以后 在接上我这个线的时候 当一打开那个马达的时候 这个马达即可就动了 这是多么好的感觉 尤其是当你这部机器 已经是不能够发动 而充电以后一上去 而一开这个开关的时候 即可机器发动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感觉 有过这个感觉的人都知道 我们人有许多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崇拜的时候 就是到上帝面前来充电 让上帝的电 上帝的能力 能够进到我的里面 他的智慧 能够进到我的里面 让我疲乏的人生 感觉到没有疲乏 让我感觉到充满的力量 这不是普通的力量 是上帝的力量 无论你是从事于哪一个工作 或者你在念书 或者你做家庭的主妇 我们都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疲乏 都有许多的时候会感觉到需要力量 假如你真正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 你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的时候 你就有上帝的力量进到你的里面 当撒玛利亚的女人跟耶稣在谈到的时候 他谈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敬拜的问题 敬拜是多么的重要 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因为常常去敬拜主 所以我们能够回到主的家里 跟这位创造主在一起 让主来修理我 调整我 让主在我的里面充电 让我得到充分的力量 来做我应该做的工作 来走我人生的道路 人生就好像一条路 不晓得现在你是走在这条路的哪一个阶段 我不是说你几岁 我是说你是不是走到一个很疲乏的时候 觉得一切的东西都错误的时候 感觉到是渺茫彷徨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是你应该敬拜主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以心灵和真实来拜主的时候 所有一些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因为主所要的就是要一些 以心灵和真实来拜他的 以心灵来真实来拜他的人 都能够得到主的赏识 主的赏识就是你所缺乏的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当我们家安静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位真实感觉到 要以心灵和真实来拜他 求主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待 我们仰望主 敬拜主 求主在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每一位的心里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缺少 就按照我们所需要的 你来帮助我们 尤其是我们中间有些 没有信仰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信主的 求主你感动他 让他今天就能够决志相信耶稣 来敬拜这位真主 有的是基督徒 可是好久没有到主的面前 求主你感动他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家 屋子 可是这还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教会 求主让他们今天愿意 转到我们这个家来 一起崇拜侍奉主 靠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